剛剛這個BMI有沒有 它有轉flow 然後呢 我們前面的一幅這個 是有轉int 特別是轉型轉型 非常重要 我發現同學最容易 觀念部分不清楚就是轉型 前面還有轉什麼 轉那個str 所以前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一樣怎麼 你輸出的時候 這個地方一定要 如果說一個字串 串接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如果不是字串 請你一定要加str 轉成字串 所以上面這個是字串 所以它串後面就不用轉 它就可以接受 中間一定要有一個加號 這個規則 請務必要熟悉 不要問為什麼 其實它就規則 這個也不是我訂的 這他們家訂的 反正你就follow就對了 我也無權去變更 所以除非說 你要你設計一個Python 而且甚至 Python的中文環境可不可以 以後可以寫中文 那有沒有人做 我想應該沒有啦 市場可能不夠大 當然 基本上如果沒有 你就照著做 注意一下細節 最後可能改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的判斷 剛剛是什麼 剛剛是大魚啦 等魚啦 小魚啦 不過如果今天我輸入的是什麼 想不想看電影 那想跟不想 所以你就是輸入一下 假設我輸入的並不是什麼 一個數字 也不是一個小數點 有小數點 那只有輸入的是一個文字的話 文字怎麼比對 剛剛有提到 有沒有 如果是想 那就走吧 如果不想的話 比如說我打一個不想 不過這個已經是預設了 那當然 這個邏輯還可以再更複雜 但是我們先簡單的 那你想看什麼 對啊 不過後面沒有啦 因為後面如果還有 你可能要再加一個 壞歐回圈 就壞歐 比如說他輸入的是不想 然後你就是再去做 不想的判斷 如果說他如果想 那你再去做 那個想的判斷 反正後面還可以延伸很多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他如果什麼都沒有輸入的話 那比如說他什麼都 假設我今天後面都 輸入一個1好了 有沒有 else 那這個地方的最重要的是 如果 因為我input 特別說input過來的 實際上就是一個字串 特別注意喔 想 所以進來的話呢 前後a裡面會有前後雙引號 放進來 那如果裡面我填的想 記得喔 假如說你今天是一個字串的比對的話 請你務必記得一定是兩個等號 ok不是一個等號喔 一個等號是負與值啦 像前面我們有很多 是後面的資料丟到前面的變數 那如果是比對的話 記得是兩個等號 如果a它裡面的資料是想 那我就執行這個邏輯 反之如果我打的是不想 那我就是這個邏輯 除此之外 那當然就反映說你到底要做什麼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那個movie的 我就新增一個那個模組啦 反正就把這個先 最後再完成喔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試一下喔 就是說這個地方 多一個就是 如果它輸入的值 是一個字串的話 那記得用等號等號 去做比對 而且不需要轉型 你會發現這邊沒有再加一個STR啦 因為它本來就是STR了 你幹嘛沒事還在轉 可是你加了會不會怎麼樣 好像應該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有點是多時一舉而已啦 OK 所以基本型態了解之後啦 然後再配合邏輯判斷 那基本上就是在將來 我們在做資料的比對啦篩選 其實一定會用到 那只是說目前喔 只能夠單純的做一件事 可是如果你今天希望 比對的來源 並不是某一個輸入 是輸入大量資料 或是從外部 外部而來 會有很多資料的話 那可能這個地方 就會需要用到那個 重複的那個控制 就是跑回圈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這個可能要下一次喔 我們原則上還是禮拜五喔 OK 所以一個禮拜 那回去啦 我是建議喔 請各位務必喔 回去之後喔 一定要把今天的部分 幾個部分啦 第一個啦 請各位回去喔 最好啦 可以再把你的環境 回家再見過一遍 確認說你是OK的 那我們做哪些事情 重點回顧一下 一下載python 怎麼下載 打個python關鍵字 我是建議用3.6的啦 OK 第二個呢 我需要一個比較好的開發環境 所以我需要Eclipse Eclipse下載完之後的話 加個外掛 然後外掛在雲端上 其實這個清單都很清楚 雲端上都有 掛上去之後呢 再去設定那個python路徑 那python路徑 我是建議你把它放在 那個低疊底下 甚至我還有一招啦 我乾脆把那個 那個python的路徑 直接就複製到 那個Eclipse裡面 這有什麼好處呢 以後喔 我如果把Eclipse的 整個資料複製 整個就帶走了 我不需要說 我複製兩個目錄嘛 因為它將來兩個 一定要同時存在才可以 我乾脆又放在一起啊 那以後的話呢 就一起帶到另外一天電腦 直接執行就OK了 所以你要想說喔 如果你建立好一個環境 有沒有辦法讓它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馬上walk 如果可以的話 以後你再寫python 就會非常方便啦 OK 所以這一點喔 所以我在雲端上 有一個懶人包 做法就這樣子 你會發現Eclipse裡面 會多一個python的目錄 那個目錄實際上喔 就是要讓你直接選取的 直接選取就OK了喔 那其他的話就是 再來瞭解那個 Eclipse的開發環境 包含怎麼樣新增專案 新增package 新增module 有沒有 然後再開始做程式撰寫 了解那個基本語法 跟那個什麼呢 邏輯的這個控制喔 那今天大概喔 我想原則上就講了這些啦 那所有東西呢 雲端上都有留下記錄 所以回去喔 我是建議把這一部分喔 還是要再找時間亂過一遍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python 學好的話 實作永遠比你知道的理論 來得更重要 因為你會知道是因為你做出來 所以除了做BMI之外 也可以想想看啊 比如說像常常見的 像華式轉色式 色式轉華式 或者是說其他像什麼 英里轉公里 公里轉英里 諸如此類的 其實像坊間很多的範例 你可以先知道邏輯之後 也試著做做看 如果你這些都 很順利的都可以做得出來 我相信你在之後 學習python上面 應該會非常的愉快 python其實 沒有什麼 我是覺得反而比起像Java 跟C++來得更簡單 而且更貼近實際上的工作 只不過因為它是自由軟體啦 所以你這個環境 需要自己去把它建置起來 建置環境雖然不是很困難 但是有些細節恐怕要特別注意 OK 剩下時間我想請各位把那個 剛剛提到那個movie 有沒有那個 是否想看電影 讓它輸入 如果想 那就是輸出 那走吧 如果它輸出 輸入是不想 那你到底想看什麼 反思的話呢 你什麼都不回答 你是什麼意思等等 反正就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邏輯判斷